感谢少云 接下来最新现场来关心立法院 立法院大楼也传出有整片磁砖是掉落的状况发生在遗体 好 主播各位观众马上来关心今天上午全台发生有感地震 那么有开会的立法院同样也是传出了灾情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立法院的人员呢正在清扫 原因就是因为上面整排的天花板磁砖是直接有碎裂的状况 现在最严重的画面状况呢是整个水泥块也掉到了地上 在早上的时候其实也是引起了一阵骚动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在位置啊等等在十点的时候 由院长韩国瑜要来接见罗森伯格 但现在整个接见是照常的 整个立法院的状况持续来关心呢 包括在中心大楼的电梯也是全面的停止 另外呢今天各处式的门也在刚刚的时候都把它打开 原因就是因为怕再有地震的话大家要赶快出来 还有就是在未还委员会的部分 天花板同样也发生状况马上一起来看 另外在立法院的康源跟全贤楼中间的联通道也是掉落了瓷砖 导致说现在车道也封锁了 那么其实各个名代也是严正以待 包括花莲有传出污塌的状况 现在花莲的立委傅昆奇也紧急的取消立法院的行程 赶快赶回花莲哦 那么在部会首长的部分呢 今天上午交通部长王国才也要来立法院做公厅会 但是原定九点现在也延后到了十点 甚至说后续可能会因为灾情的状况不一样 有可能会来做取消 以上是立法院的最近状况 先把时间交换捧念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